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沿路全市建案广告相较于A8 A9领口已经区域饱和 龟山A7推案热区也进入交屋潮 类似这种投资客多的区域除了龟山A7专家还点名台中北屯机场特区 台南高铁周边龟仁地区恐怕都会出现退订潮 点灯率不高沦为新轨城 我认为是台中会比较大 最主要是因为看好这个捷运通车带来的一个效应 那如果决定通车有没办法这个快速的解决这个变数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资客抛售 房价会再往下跌 或是说政策会往下再更严谨 那他会不会去考量他的资金充不充足 有没有会退场的机制的状况 可能我们也是在跟客人跟一些客户也在观察中 林口当地方重透了 A7周边许多投资客已经交屋 虽然现在令不溯及既往 但政府打房恐怕让价格变低 赚卖也不容易 因为有些投资客他的财务刚刚操作的很大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时间里面 他可能会相对来说风险会比较大一点 那甚至于有可能会出现抛售的情况 央行出手涉件 侧向投资客购买多屋 公司把人置产炒楼 让房市炒作和图文房缝隙有所节制 但被中南突然重症 恐怕因此沦为新鬼城